前列腺炎 前列腺肥大 以及前列腺癌 是男性常见的前列腺疾病 前列腺癌是全世界第二的常见癌症 也是男性与癌症相关的第五大死因 大多数前列腺癌生长速度较为缓慢 癌细胞可转移到骨头 淋巴结等部位 前列腺炎多发在50岁以下的男性 多个性伴侣可能会增加感染几率 而前列腺肥大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罹患的机会 超过50%的60岁以上男性会有前列腺肥大问题 约90%的七八十岁的男性会有前列腺肥大问题 这三种前列腺疾病表现出的症状很相似 有小便疼痛 尿流无力 尿流中断 尿疾 尿频不易排空膀胱 也可能有骨盆疼痛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一加一直播间 在上一周我们直播的时候 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询问医生 有关于前列腺的问题 那我们听到了您的需求了 因此我们这周直播呢 响应广大的观众朋友的需求 我们特别安排了男人如何守护前列腺这个话题 要跟朋友进行讨论 那这个话题不仅是要邀请我们男性的观众朋友来讨论 也欢迎女性的观众朋友来关心您家里男性朋友的健康 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热线电话是8556685066 那在网路上的朋友呢 您可以直接留言提问 今天直播间的来宾是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2017年票选排名全美 前20名之一的 纽约西奈山医院 Rutenberg癌症治疗中心 医疗主任 曹哲凯医师 欢迎曹医生 你好 谢谢 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曹哲凯医师 是啊 我们欢迎曹医生 同时呢 恭喜这个我们的新奈山医院 进入了我们全美20名的医院 恭喜恭喜 好 那其实我们刚影片中提到 这个常见的前列腺的疾病 大概有这个前列腺炎 前列腺肥大 还有前列腺癌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三种不同的前列腺疾病 是的 刚刚我们讲到三种大疾病 那第一个讲到的是这个前列腺炎 那前列腺它其实它的位置来讲 是在膀胱跟尿道 跟这个后面的直肠 跟这个味道的中间 所以它当一旦有一些异常的时候 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尿道的排尿 还是说后面排便的这个状况 所以当这个前列腺发炎的时候 多数是这个细菌 感染 那轻的症状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感染之后 可能会尿到无力 尿到疼痛 或是有尿血这样子 那重的话会有感染的现象 像是发烧还是发抖等状况 那刚刚提到说这个前列腺肿大 说最大最大的这个高危险群 是这个年纪大的 刚刚说到说70岁以上 有90%的人都有这些问题在美国来讲 那这个第三个提到的是前列腺癌 其实前列腺癌它在每周是这个最大 男人最容易得的一种癌症 它平均美国每七个男性就有一个人会患这个前列腺的癌 那它在癌症的男人的十大死因之中是排名第二 所以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癌症 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谈谈这三种疾病 那这三种前列腺的疾病 它彼此之间有互相有关联吗 是 那其实来讲 大致上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关联 一直以来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前列腺发炎 如果常常发炎 会不会引起这个前列腺癌症的发生 但是最近一些医学报告来讲的话 并没有太大直接的关联 那如果说这个三个不同的前列腺疾病 它本身的就是它发病的症状是怎么样的呢 还有它的原因会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请曹医生 我们第一个讲到是前列腺炎 前列腺发炎 刚刚讲到说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细菌感染 那这个高危险族群有的是这个运动 假如说这个跑步多的人 还是这个骑脚拉车多的人 他可能因为这个撞击的关系 来造成这个前列腺炎 然后另外来讲说是这个膀胱 常常发炎的人 还是说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 这些人来讲的话 这个相比来说前列腺炎的发生机率 会比较高一点 那前列腺总大 其实科学来讲并不是很明白说 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前列腺总大 有一些前列腺不会总大 那多数来讲 我们说最大的高危险群就是年纪越大 前列腺的总大越明显 这是因为这个当人体 变成老了之后 它的荷尔蒙的一些起了一些变化 而造成这个前列腺会慢慢慢慢的总大 那第三个说到的是这个前列腺的癌 其实前列腺癌以前跟很多的因素都有关系 我们刚刚第一个说到的是年纪的关系 年纪越大 这个得前列腺癌的几率就越大 那第二个讲到的是这个种族的关系 我们知道黑人跟白人相比之下 我们亚洲人的得前列腺癌的几率就少了很多了 哇 这个不幸中的万事 第三个原因是这个基因上的原因 那有一些基因的突变 像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Blocker的基因的批变 还是说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基因批变 像这个第八个染色体Chromosome AP 这一些不同的基因的批变 都会造成这个家族性来的前列腺的历史跟发生 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来讲 这三种不同的前列腺疾病 它的症状呢 会有直接的关系吗 会一样的吗 对 那其实前列腺很多病人得了前列腺癌 并没有任何的症状 因为前列腺刚刚讲到的是说 它是一种多数来讲是一种慢性的病 那很多都是在这个抽血的情况 还是这个医生做这个检验的情况 来发现到前列腺癌并没有任何的症状 那当然在局部性来讲 我们刚刚说它的位置 是在这个膀胱的后面 跟这个直肠的前面 所以当前列腺癌它在发展的时候 它可能会挡到尿管 还是挡到后面的这个直肠 而造成一些这个尿道的不便 还尿道的不舒服 还是这个排便的不适这样子 那如果前列腺癌如果转移的话 最常转移的地方是骨头 但是这其他的这个器官 也有可能转移到 那可能会造成各方面的疼痛 还是呼吸不舒服 还是各个方面的症状都有可能 有位梁先生在线上 来梁先生 你好 您好请说 你好 我是这样请问一下 我们医生叫我去那个区域检查 我就不怕那个检查 就是这样问医生一下 这个怎么办 害怕去医院检查 您是说前列腺方面的疾病还是说 是肥大还是 就是前列腺大 肥大的问题 比较害怕去医院检查 我觉得很多男性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来梁先生 梁先生 您的意思是总大做切除吗 还是说 医生担心你有前列腺癌 让你做这个穿刺的检验 对 就是这个 就是怕做穿刺检验 其实很多男性的病人跟这个朋友们 都会有这个纪律 因为多数来讲 做这个前列腺的穿刺 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检验 多数都是用这个穿过肛门 用这个超声波来做这个穿刺 通过这个肠胃来做这个前列腺的穿刺 那其实总体来讲要看几个因素 通常医生会做就是这个 触摸的检验 看看说前列腺是不是有真的有肿块 还是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会看一看您这个血液报告 尤其是这个PSA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那其实最近来讲还有一些新的 这个比较新的一些这个 选项 像是这个有一个叫做PCA3的这个尿的这个检验 还有最近所新出来一个4K 一个4000的一个test 这些检验呢都是一些比较新的检验 可以帮助医生说 决定说是不是需要做这个穿刺 还是不需要做这个穿刺 那我们刚刚说到PSA 其实PSA有分很多种不同的PSA 有一个叫做Free PSA 是这个 如果Free PSA比较高 超过25%的话 离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几率就低很多 那如果是低于10%的话 这个几率就高很多 所以用这个不同的检验的方向 可以决定说是不是需要做这个穿刺 那最后一个方向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可以做这个核子共振 现在核子共振的技术做得很好 所以有时候做核子共振的时候 可以看到说这个 如果前列腺里面有肿瘤的话 是在哪里 那其实有一个新的技术是 把核子共振的影像 加入这个超声波的影像 然后用这个来看着这个 穿刺的这个针 进去这个肿瘤里面 做一个很精确的这个活体检验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不同的选项 不一定要做这个普通的 像可能要做10次还是12次 普通的这样穿刺的检验 其实刚刚有一个问题 我想补充一下提问 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个穿刺 就是一般像 像两些这样子的男性 有很多都很害怕去做检查 刚刚你有提到过几种检查 那是不是刚刚您提到过 最后这个核子共振这种 是不是可以让病人 就是比较少受一点罪 因为这个检查过程中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可不可以请曹医生 其实整体的检查 我们刚刚可能有提到 说第一步步骤的检查 就是这个血液的检查 所谓的PSA 那所谓的free PSA 跟这个 就是这个医师用他的手指 穿过肛门 来触摸这个前列腺 看看状况是怎么样 那经过这个第一次检查 如果您的医生有一些疑问 可能你有 这个有前列腺的存在性的话 他会第二步骤 第二步骤来讲 有一些是直接制作这个穿刺 那穿刺刚刚来讲 是用这个超声波 来进过肛门 穿过肛门 然后定位之后 然后做这个活体检验穿刺 通常是10到12次的穿刺 那其实在做这个之前 有一些不同的医生 也会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方法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核子共振 来看看说这个可能肿瘤 到底是在哪里 还是说这个做穿刺的时候 把核子共振这些影像 跟这个超音波的影像 合在一起 所以做穿刺的时候 不用做到10到12次 而是再做个两三次 做到这个肿瘤在哪里 所以这个在病人的接受度 跟这个疼痛度的 这个接受率的话 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这个 避发性会比较低一点 这真的是病人的福音 美国泌尿科医学建议 50岁以上的男性 每年应接受肛门直诊 以及前列腺特定抗原检查 如果其中一项结果不正常 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过去的检查方法 是使用直肠超音波 导引前列腺切片 超音波通过肛门 用穿刺针取得前列腺组织之后 来判断是否罹患前列腺癌 在超音波导引下 将切片穿刺针 经由直肠插入前列腺内 通常是系统性的 10至12部位的切片 这种检查方法 可能会造成病患血尿 排尿疼痛 血经 血便 尿质瘤 严重会有感染的症状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 最新的检查方法 可以使用精准度高的 电子扫描MRI来提取切片 这种方法大大减轻了病人 取样式的痛苦 好的 我们其实今天接了很多 观众的电话 他们都提到说 这个要怎么样来做 这个进一步的检查 比如说前列腺癌 或者是说怎么这样 做进一步的检测 那其实网路上还有很多朋友 在提问 这个我们来回复一下 网友的提问 他说才30岁出头 因为刚刚很多人比较年纪大 然后最近却有贫尿的症状 但是排尿排到一半就尿力减弱 而且容易觉得疲倦 然后睡眠品质也不好 咨询的医生他说是喝水量不够 但是多喝水就更容易排尿吗 如果吃消炎药呢 因为我还很年轻 如何彻底改善这个症状 是 最主要还是要知道说 是什么样的状况来造成您这些的状况 那其实如果喝水不够 应该是不会造成这个尿道无力的状态 所以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在阻挡在那里 所以我会建议这位先生 要做个比较精确的检查 可能做个招生波 还是我不知道他之前有做了什么检查 但是30岁来讲 这个前内线的肥大或是癌 或是这个几率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可能慢性的前内线发炎也有可能 所以至少要做一个尿的检验 然后做一个摸触的检验 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长波期会不会让前内线 因为冲血情况导致前内线发炎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在医学上是没有这种说法 但是在理论上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但是在医学上没有这种说法 说长波期会直接造成这个前内线的问题 OK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好 那我们知道有很多观众 他提到说 我也想要知道怎么样预防 吃什么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想 我们来先用一段影片来告诉大家 到底前内线可不可以预防 来看一下影片 为了找到有效预防前内线癌的方法 美国政府于2008年支出了2亿美金 做了一项临床试验 想找出锡和维生素E 对预防前内线癌的帮助 但是没有找到有效的数据证明 虽然如此 医生建议提高身体免疫力 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式 例如适当的饮食 少吃红肉 每周三次一个小时的有氧运动 能预防心脏病 及高血压 高胆固醇等病症 进食蕴含维他命和矿物质的食物 像是绿茶和红石榴等 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好的 那刚刚提到说 前内线癌到底可不可以预防 可不可以请曹医生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是 其实前内线癌的这个癌症 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来预防的 但是我会提醒这个民众可以往几个步骤走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生活的规律跟休息 对 跟这个运动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其实运动减少这个肥胖的问题 对心血管 对各个不同的其实肿瘤 像是这个大肠癌啊 乳癌都有一定的帮助 然后以前内线癌来讲 在这个饮食上面我会有一些小建议 刚刚看到了说美国政府其实他有做了一些的研究 有做这个维他命啊 这个selenium的研究 但是没有找到有效的证明说 这些维他命可以帮助这个防止前内线癌 美国政府又有做了另外一个研究 是以这个finasteride一种肥胃腺肿大的药 来做这个前内线的预防 但是这个药没有被这个FDA通过 因为他虽然预防有效预防的前内线癌 但是发前内线癌的这个种类 确实是这个在比较高等的 就是高危险群的这个一些前内线 并没有避免这些高危险群群的人这样子 所以没有被FDA财政 那另外一个方向我会讲说 这个少吃的红肉 因为红肉有所谓的这个HCA 会比较造成前内线的负担 然后我会建议说可能乳食品 Dairy product可能会少吃一点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有脂肪性的东西 尤其是有这个Lowic acid还是Fatty acid 这些东西可以少进食一点 然后刚刚说到的这个绿肠红石瘤 其实在这个治疗前内线癌 差不多五六年前有一个科学报告发出来 那用这些不同的食品 可以看到说得前内线癌的这个病患者 他们的PSA升降的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其实这一些是一个大方向 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也提到说 就是说是不是有讲到前内线癌 为什么有一种是可以不治疗 但是就是观察 这曹医生你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有这种观察的情况 那一般的民众会不会觉得 我不用 我有前内线癌 我不用治疗了 我就观察就可以了 他们会不会有误解呢 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前内线癌 是一个多数来讲 是一个成长很慢的癌症 那我们常常会看一些病人 可能他已经八十几岁 还是九十几岁了 可能找到这个前内线癌 那这些前内线癌并不会对他们的生命有所太大的影响 所以对这些病人我们可以暂时说 先建议说去做一个观察 那另外一方面是有一些病人 他的前内线其实是低危险群的前内线癌 我们通常是以各个方数据去看这个东西 包括他们肿瘤的所谓的这个Gleason score 然后他的PSC有多高 跟他的前内线癌长在哪里 再做一个频度 当然如果他是真的是低危险群的这个病人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说 当然说年纪如果比较长的话 会比较考虑说做观察 但是如果可能说四五十岁的话 可能还是会去做一些处理这样子 所以其实每一个病人不一样 但是这个观察绝对是这个 很多前内线癌的患者的一个选项 那如果说到这个前内线癌的 刚刚其实曹医生你有提到一些治疗的方法 那有没有说到这个 民众都想知道说 有没有比较无痛的这个治疗方法呢 对于前内线癌 或甚至肥大的这样的问题 是 以前内线癌来说 这个局部性的 就是说您前内线癌没有扩散 有局部性的前内线癌 大部分的这个治疗 不是手术呢 就是这个放射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 有不同的手术的方法 那其实放射的方法也有很多 像这个体外做的 这个external beam radiation 还是做这个 种子的治疗方法 这个brachytherapy 都是选项 那有时候两个一起做 那有时候要跟荷尔蒙一起做 然后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做这个cyber knife 所谓的四五天的治疗方法 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选项 就可以做这个选择 所以还是要跟主治医生做一个讨论 是是 好 另外一个问题就说 这个他问说 他是做完 这个是讲说 做完前内线手术 就会漏尿 这是不是比较常见的 是是 其实你看多数的这个科学报告 50%的前内线的癌症的病人 做完切除之后 都会有漏尿的现象 那其实长期来讲的话 很多人都会恢复 当然多数的人不会恢复到 可能做手术之前那个状况 但是会恢复到 这个就是比较能接受 不太漏尿的状况 有很多病人会恢复的 OK 所以他其实做前内线的治疗 其实会有一些相应的副作用 没错 那这个要怎么样预防 或者是民众应该不要太担心吗 这个曹医生 对一般民众会比较担心 这个副作用 怎么样减缓他的痛苦 其实这个做这个前内线的切除 是有一定的风险 那我会建议这个观众朋友 还是病人们 可以考虑去 比较有经验的外科手术医生 病药科手术医生 常常做这些的医生 因为我们经过研究发现 这些东西做得越多的病发率 还是这个之后的病发率会越低 几率会越低 对 所以通常会看 就是说前内线 他的切除做完之后 可能会有湿进 还是可能会不取 还是说流血 还是感染 这些都是这个有可能的问题 那我会请教 就是我会请教说这个外科医生 他们的数据是什么 他们这几年来 因为每一个外科医生 做很多了之后 都会保留他们病人的一个记录 你可以问他说 他们的这个病发率 做完之后 是什么样一个几率 来决定说 你是不是要选这个医生 做你的医生 如果是以前列线癌 一般来说 是不是年轻人 他比较不需要做 前列线癌的一个检查 是 我们刚才有说过 其实美国他有三大系统 做了这个对前列线 这个PSA 来做预防性的检查的 一些建议 那多数来讲 都是在55岁到70岁 这个群组 他是希望说 您可以跟您自己的家庭医生 讨论一下 是不是该做这个PSA 那其实40岁到55岁的病人 多数是不建议 去做这个PSA预防性的检查 但是有一些高危险群的人 像是黑人 他的罹患率会比较高 还是说这个可能家族 有直属亲属 有这个PSA 还是我们刚刚说到 有一些这个基因上突变的家族里面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Braga 如果这些病人 我会建议他们在40岁之后 就可以跟他们的医生讨论说 是不是要做这个PSA的 这个预防性的检查 所以这每个阶段其实是不太一样 我想你之前的朋友 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情况 然后安排你的检查时间是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有很多网友 留下一个很有趣的留言 他说刀光剑影前列线 确实男生的朋友对于这个前列线 会觉得又是心里会有点担心 到底要怎么检查 是不是可以避免 尽量避免一些疼痛或不舒服 其实今天曹医生也告诉我们很多的方法 但是就是不要太抗拒也不要太回避 该检查的时候还是检查 早发现还是比较好的 那在因为我们直播最后 那请曹医生跟我们讲一下 如果说以男性来讲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帮我们做个结语 其实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 那那个避尿性的问题会逐渐的加更多更多 那我会劝这个观众朋友们 还是这个病人们不要太抗拒 如果确实有这个避尿性的问题 不管是尿瓶还是这个小便疼痛 还是小便无力 要赶快的去做检查 不一定是癌症 不一定是炎 但是当有问题 而且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症状一直不好 还是一直在加深之后 要赶快去做这个检验 因为最好的 最好的癌症 不管是癌症 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 预防 没有办法预防的话 发生的时候早点处理 这样子的话 病发症的这个严重性 跟这个持仓性 就会降到最低 非常感谢今天曹医生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告诉回答广大民众的 前列腺的问题 那今天曹医生也带来了 让男性朋友不再害怕的 前列腺检测的这个好消息 提早发现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提醒我们的华人朋友 记得要按时检查 不要轻忽前列腺的问题 再次感谢曹医生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